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我們都是 這根據統計 我們台灣人兩千三百萬對不對 是 所以常常為了過敏 這邊癢 這邊又不舒服 哪裡天氣一變 我們就知道天氣變 真的 身手其肉 比例好高喔 所以看來這個小朋友 可能容易什麼抓 因為心皮膚炎 然後鼻子不舒服 然後有了更嚴重的 氣喘什麼的 父母都好擔心 是 不過你剛剛講到這個說 天氣一變我們就叫 那叫急性的 對不對 馬上可以測到 那最恐怖的是什麼 慢性過敏 慢性過敏的時候 一天一天我們不自知的 不覺得就被侵蝕掉了 你知道嗎 今天就要教你如何吃出抵抗力喔 我們邀請到小兒科醫師 黃聰寧 營養師林佳靖 中醫師羅明宇 以及林秀琴 羅友志 與文婉 又來一起討論喔 我們現在一開始請教下 在場所有的父母們 您的孩子或是您個人本身 都深受了過敏 深受騎擾的請舉牌 這個比例比我們剛剛 一千八百萬的比還要高 九成九 九成九 有那麼恐怖就對了 對 那您認為呢 這個過敏跟遺傳之類有關係 也就源自於上一代 害你這樣過敏的 你相信的 你再害到下一代 對 是不是 你相信這個邏輯的請舉牌 我相信 全部都相信 對啊 那營養師 那到底這個過敏跟遺傳 有沒有關聯性 因為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本身就不是基因決定的 它的那個免疫系統 是後天在巡化的 所以大家一定都有聽過啊 就是如果你小孩子出生以後 你都把它放在無菌室裡面 然後到時候呢 你讓它錯過了免疫系統 巡化這個過程 你再把它放到空氣當中 它遇到什麼都過敏 就會致死率很強 所以我們的 免疫系統其實是跟 後天環境互動 才會養成的 所以它不是跟基因有 所以我們不能怪貌就對了 不是啦 反對 反對 有醫生反對 其實這還是有數據的啦 就是說如果父母親 其中有一個人呢 有過敏體質呢 他的孩子有過敏幾率在30% 如果爸爸媽媽兩個人 都有過敏體質的話 他孩子過敏幾率就50% 如果不幸生了一個哥哥 或姐姐有過敏 那弟弟妹妹這第二胎呢 過敏幾率就80% 所以這樣數值是有的 那其實營養師講的沒有錯 它必須要兩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可能 你帶有這個遺傳的基因 但這個基因不是單一的 是非常非常多 多到沒有一個醫生 可以告訴你是哪個基因 因為太多了 那當你有這些基因之後呢 在後天這個 剛剛講免疫的巡化過程當中 它有可能會走向過敏這條路 所以遺傳不能解決 所有的問題嘛 因為如果遺傳是可以過敏 是完全跟遺傳有關的話 那應該歷史上 過敏的人是恆定的嘛對不對 那顯然不是現在增加的趨勢 那就是後天的影響 但基因影響還是在的 但是過敏可以根治嗎 以我們這個醫學的角度來講 過敏如果這個開關開啟了 也就是它這個 剛剛講的營養師講的 巡化的過程 或者是這個基因被開啟的過程當中 已經點燃了 就不會再回頭了 所以我們只能說過敏 是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它不可能被根治 你有可能20年 我不想聽到這樣的答案 對 你有可能一輩子 比如說你年輕的時候 後來漸漸的過敏症狀就消失了 可能20年都沒有問題 但等到你老了 年紀大了 你的氣管開始 又來了 肌肉比較鬆 可能就會再回來 吸入再次 所以體質是不會變的 但是你可以控制得很好 讓它完全沒有症狀 主要還是說跟著你的生活 這是黃醫師西醫的看法 但是他兩位專家 包括營養學還有中醫師 你們持一樣的看法嗎 沒辦法根治 我們還是要有一點希望 其實應該是就生化學的角度來講 過敏到底是怎麼被引起的地方 去討論 因為其實免疫系統 它是出現在 所謂過敏的情況 是他敵我便是不清 他自己人也打 然後敵人的功能 不見得打得強 所以我們就說 一般過敏的小孩子 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他還 其實很多人的過敏 會耗發在什麼時候 譬如說壓力很大的時候 如果以成年人來 真的 就是你本來可能都沒事 就像很多的 譬如說 類風濕性關節人什麼 他可能狀況不嚴重 可是譬如說 在季節交替 或者是特別勞累 熬夜的時候 因為會影響到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的功能一不佳的時候 你這個狀況就會 你這個狀況就會 意思是說免疫系統 著手讓他得到一個 自然平衡的狀態 他就比較有這個狀況 就是他可以辨識 什麼是自己人 什麼是敵人 該打的才打 OK 像我們以前那個新聞 只要做評比的時候 那一天大家就要 拿新聞出來檢討 我就開始抓了 真的啊 就開始覺得好厲害 那邊就咳嗽了 真的 所以是對新聞再過敏 對老闆 壓力很大 對老闆 然後你就覺得 那邊刷子好像用飯了 這也在抓 那裡人這樣抓 就很不舒服耶 對 那邊咳嗽的那邊打噴嚏 對 真的 跟他導致的理由不一樣 對不對 壓力有關係 所以兩方面 那剩下中醫的角度 一句話大家最常講 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 對 它是可被調理的嗎 是 所以我們都從調理的話 都會我們給他一些補氣藥啦 或幫助消化的啦 是可以治療的 是 老了不會再犯的 我也認同黃醫師的講法 我認同黃醫師的講法 等一下 我認同黃醫師講法 過敏要根治不容易 因為我們整個居住的環境 就是這樣子 我們海島的形象 溫差變化過敏原 實在沒辦法 去南部有時候過敏就好啦 去國外過敏就好啦 他小朋友一用了 對 有沒有發現 所以本身的體質最重要 我們今天來這樣子 概括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 最常見的呼吸道 對不對 過敏性的鼻炎 這個方面 四分之一的成人 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兒童 都有這種所謂的 過敏性的鼻炎的問題 比例很高耶 很高 現場的媽媽大概家中小朋友 是不是有這樣困擾 好 小孩子有呼吸道過敏狀況的朋友 來 請舉牌 一半 來 一半多一點點 秀琴 我小孩他就是支氣管 他只要到晚上 他就說鼻塞 然後鼻涕都倒流 然後他就會一直很不舒服 隔天再去醫院 他變成一直這樣循環 他也不是感冒 對 也不是感冒引起的 對 然後就說 那家裡面就是要保持什麼通風 然後睡覺的時候要怎麼樣 可是就是避免不了 對 很難過 而且我覺得有那個鼻炎的 因為剛剛為什麼我覺得 媽媽有 下一代一定會有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後天的 我懷他的時候我狂打噴嚏 打到整個是流鼻血的 那我一直以為我自己得癌症 真的 異常性出血 又怎麼沒有這樣 你講太恐怖了耶 尾血管已經破裂了 那不是那種 他是那種整個這樣子 噴噴的每天 那種鼻子伸出來 對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我要去看醫生 就醫生又告訴我沒事 可是後來我告訴大家 很妙 我女兒才伸出來沒多久 他就狂打噴嚏了 後來他就是整個就是先天性 影響我的那個過敏性鼻炎這樣 是喔 我是後天的耶 那我問醫生啦 因為醫生也在 他就告訴我說 其實媽媽在懷孕 就我懷他的時候 我就整個要變成過敏體質 他說這樣是保護寶寶 這怎麼... 媽有天啊 我不知道 我還好偉大喔 你是不是懷孕的時候一直在 寶... 寶... 你怎麼知道 出生在那個... 有聽到就感覺 我以前多喝我們家隔壁老王 但是... 然後整個那個... 屋頂會震動你知道嗎 後來自從我懷孕之後 我就跟他拚了 真的嗎 懷孕的確有這種... 其實的確有這種說法 因為胎兒對媽媽來講 是個外來物 他的基因跟媽媽是不同 那就像剛剛這個 林營養師講的免疫學 他們就講 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 看到外來物 他就要攻擊 所以對媽媽來講 他的免疫系統 其實是要攻擊胎兒 那就會流產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們身體 就會做一個調節 把整個身體的免疫系統 轉向過敏這方面 就會有比較溫和的反應 那對胎兒是一種保護 所以呢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媽媽 生完小孩以後 他的過敏體質會變嚴重 有三分之一的時候不變 有三分之一會變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 生了這一胎的時候 變嚴重的話 你就再生一個人 可能就會變好 再來高拚了 高拚了 他要生體體 才可以確保完全變好 就是... 就是跟... 可以在本節目打仗有沒有 跟金主嗎 金主 那有志呢 你的狀況是怎樣 我兒子是黑白龍君 他都有 因為我是過敏性氣喘 然後我老婆是... 所以他... 在我兒子身上 兩個都有 那兩個都有 那我自己是很慘 所以我那時候 我上次有講過 小時候死過一次 對 因為過敏性氣喘 然後巴做巴炎 整個氣喘 塞起來 呼吸不起來 整個臉變黑 送醫急救 用高壓癢 用那個...把它救起來 可是後來 我到... 那個當兵的時候 所以我要呼應黃醫師 跟那個... 羅醫師 你記得好奇怪 當兵就好了 當兵就好了 那時候... 為什麼 當兵月入30萬 月入30萬 那是採購是吧 很好的 很誤錢喔 沒有 是那邊拚病都... 錢都省下來了 一天跑一萬公尺 所以一個月跑30萬公尺 月入30萬 這樣很難聯想 你這個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整個叫 好久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要當記者 沒有辦法 有發揮的餘地 對 平常都要專模作樣 請盡量 人之將死其言也散 是不是 那時候跑散 就是整個體質完全改觀 所以從那時候 當完兵之後 完全氣喘不見了 真的啊 是完全不見 到現在都還沒有復活 其實很多人就說 我們如果要讓身體健康一點 吃對東西 也許是有幫助的 尤其是呼吸系統的過敏 對 要吃些什麼呢 今天我們在場 不管是藝人隊 媽媽隊呢 都有一些自己家裡面 一些偏方 很無門的 我們今天組成兩個隊 好不好 我們針對呼吸到 這個過敏方面 我們從大家的PayPal裡面看看 到底有沒有效 好啦 我們第一棒派出的呢 我們這邊是Q獎媽 好 我們藝人隊是有志 我們一定贏啦 看就知道了 什麼 開玩笑 這是救命先單耶 救命的耶 救活了我 今天他有羅友志在這邊耶 真的 你不要看我們 還有今天沒有比身高啊 嬌小 我告訴你 我們五臟俱全啦 我們準備的食材不得了 我們先來啦好不好 你又來 Q獎媽 介紹一下食材來 我今天要煮的是 有湯街買也有啊 這種就是食材取得容易 媽媽方便煮 人家說你聲音不好 喉嚨氣管不好 水鯉燉干貝 不是干貝 穿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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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貝跟乾貝 穿貝跟乾貝 我們不要講到寶貝 還講乾貝 還講乾貝 什麼話 告訴我 對 我們有道理的 來 給我介紹 來 再來 你那個喔 那個像這個 木耳 回來要先泡水 地要把它剪掉 對啦 那個 地要剪掉 口感髒 然後梨子就把它切成丁 然後我另外還會準備像這個 桂圓 我是選新鮮桂圓 來 跟我一起喊 拿一顆來 一 二 三 嚇嚇 太厲害了 好棒喔 好厲害 不拿這個不好吃 好硬喔 好 要一次去剝就對了 對 紅棗 紅棗 然後紅棗要稍微扭一扭 它味道比較出來一點 扭一扭 對 扭一扭 好 然後呢 然後這個煮法很簡單 因為這個木耳要煮比較久一點 比較會爛 所以我的做法是 水加菌之後木耳先下去 木耳先下去 然後還有梨子要煮比較久 就是這兩個先下去煮 煮了大概十到十五分鐘之後 十五分鐘 再放下其他的材食 我還會放一些白盒 材食是什麼 這組在搞笑 你會恐懼喔 搞笑有加分嗎 它有壓迫感喔 而且你剛剛真的有介紹到 白盒 最好再加白盒 白盒獻白潤肺 厲害了吧 內行 再來 白盒的部分 然後最後再放喔 因為煮太久它就融掉了 就看不到白盒了 然後這些食材放下去之後 起鍋之前呢 加一點點這個 冰糖喔 冰糖喔 冰糖就夠了 調個味道 調味道就可以了 天啊 好香喔 好香喔 小朋友吃 顧一個 媽媽吃 有加人蛋白 多美 有加人蛋白 要不然哭起來嗎 你看看 你不要看他50歲囉 你看到嗎 太誇張了 焦原蛋白多好啊 來來看一下 真的啊 太厲害了 白木耳那個膠質有沒有 Q彈油 越久會越嫩 下下就好 你夏天的話可以把它打成汁 也很方便吧 也很棒的 紅棗撈起來就可以打成汁了 來 有次換你 這叫 雙心 雙心 為什麼是雙心 這個這裡面好 用兩台是雙心 這是媽媽的愛心 這是我媽媽的愛心 還有爸爸的愛心 因為我不會有刀工 也不會有東西 畫要多長一點 你怎麼懂的節目 站不了喔 站不了 對 雙心是哪 你看剛剛以前 我剛剛講過我以前 過世過一次 對 然後以前我媽媽 媽媽想到那個以前的經過 為了救我 你看為了煮這個湯 愛心都放進去 邊煮眼淚邊滴下去 裡面有混著我媽媽的淚 真的 好感人 那個湯裡面的那種 是吃鹹的就對了 你不懂 昌明哥 這種 這種愛心在湯裡面的感覺 那是滿滿的 真的 你準備一些什麼 粉光片 粉光片 粉光啦 因為氣轉 吃粉光 再來 這是什麼 不要緊張 壓力 他就表示這個沒效啊 他就給我壓力 他介紹這個 他待會兒就要喝 他就笑到整個鼻子 都是什麼 對 這是芙苓 芙苓 芙苓它的功用 中意上叫 補氣甚虛 它對氣有好 而且喔 因為以前陪估的時候 你常常玩 都晚上睡不好 它還有 很棒 真的 對 多貼心 不知道 本草鋼物理事 真的我都看了 真的 這個說實在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辦 你剛剛太爛了 我剛剛有做過功課 但是一 羅醫師跟我講 應該叫櫃枝 它可以讓血管 稍微放鬆一點 所以它可能也會照相 血液行為好一點 然後說實在的 還有雙心嘛 另外一種就是 耐心 人家的Q媽 這10分鐘就好 我們要燉很久 這要1分鐘 真的感到感動 你看 真的燉很久了 媽媽從多少年前 燉到現在 老母雞 老母雞 但沒關係 我跟你講 各位專家 我們現在是針對 我們的呼吸道過敏 不是料理大賽 這個是重點 所以食材 到底有沒有效 對 所以來 我們在專家品嘗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所有在場 十位媽媽 扣除Q獎媽 到底哪一個 食材 對於 你認為有幫助的 請舉牌 來 我昨天看到Q媽 看電影 看電影 OK 重點是專家的看法 三位專家最重要的好不好 三位專家 我們來舉牌好不好 覺得哪一個 對於過敏性 畢業這方面有幫助的 請舉牌 他們應該給我聽你 你是放入私人感 請不行 這樣會不好 來 吃飯器 沒關係 我們要聽到說法 說服我們 黃醫師 來 請說一下 我跟你說 這個在中醫上 我想我不是中醫師 所以這些食材呢 我小時候因為我也是過敏性 別人的氣喘 所以我媽媽通通都煮給我過 那我自己吃了呢 結果當然都是很舒服 但是是不是有長期的療效 目前西醫當然是不會有證據 所以我決定的這個 決定選昌明哥這邊 只是因為 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不好吃 天啊 雙心耶 雞腿給他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因為黃醫師說到一個重點 小朋友他很挑嘴 不會啊 他要能吃得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這一半都看很好喝 不用了 沒關係 你不要亂養補 小明哥要把一陣子 自己帶我家吃肉 好 來 你要吃 就那個藥膳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 比較有粉光生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跟所謂的蟲草 東蟲夏草這些 都有一些所謂的 在免疫學 就是在生化學上面 他去做實驗 他對於免疫系統 是有一些增強辨識的能力 OK 我們就缺這一位 下次改善 所以他裡面這幾位 完全沒有針對這個 譬如說呼吸道 還是過敏的改善嗎 甜湯應該沒有 對 沒有啊 來鬧的就對了 水梨 水梨 那不是吐喉嚨 因為他潤肺嗎 潤肺不是可以改善 是嗎 對 真的我們愛唱歌的 對 要潤喉 其實大家講的都對 那其實我要再特別強調 其實跟友智提到的 體質學很有關係 看我們營養師 開頭丟掉就對了 就我們粉光聲 就是花旗聲 在中醫古籍叫做 大補肺中元氣 那現在剛才提到 人參皂帶 這個裡面的就是 我們的免疫調節 是很有幫助的 尤其加了枸杞 紅棗 剛才提到那種桂枝的 這本身都是心溫的 能夠對我們的血液 心肺循環有幫助 那這邊提到的這個 銀耳 還有水梨百合 這個比較重音叫做 知音潤肺 身經止渴 止咳化痰 大概就這十二字 基本上這種造咳的 比較合適這個 燉這種所謂叫做 潤喉的 潤肺的 這一塊 羅醫師 你既然這麼內行 能不能介紹一道 真正對呼吸到過敏 有幫助的 好的 羅醫師真正喜歡的 過敏性鼻翼炎熏洗髮 其實我們在家裡面 我們看耳鼻喉科 你去耳鼻喉科 他會讓你先熏熏喉 對 對 對 為什麼 就這樣我們的口腔 鼻腔的比較濕潤 對免疫調節會比較好 桑葉 菊花 薄荷 蔓精子 這些中草藥 它是有天然的 這個叫做植物的芳香素 對我們的鼻腔的黏膜的 微循環會有滿有幫助的 那我們可以來 其實這個 不但也可以 我們做熏喉嚨 熏鼻子 其實我們洗頭 對我們這種 比較容易出油 頭皮屑也是滿有幫助的 我熏到一半 在哪裡洗頭 對 熏完之後不要浪費 再用一半洗洗頭 對 熏一點 他們不然台灣 對 我們用台灣 真的是台灣成長 你真的很聰明 現在經濟景氣不好 多水一杯 用一千五百CC的水 對不對 煮備 然後靜置容忍的溫度 利用蒸氣去熏 這個我們就是來這樣 對著鼻子 對著鼻子來熏 那當然這小朋友的溫度 你要是淹太大 他會害怕 盡量就是室溫的情況下 對我們鼻腔 對我們戴口罩的意思一樣 不過因為它有一些 中草藥的概念 讓我們的微循環比較好 那一邊熏的時候 也不要 我們幫小朋友 讓他自己對著這個瓶口 熏一熏的時候 我們請他自己 小朋友讓他自己做按摩 我們貼 來... 形象問題 形象問題 你沒說形象問題 雙次你也說形象問題 好 來... 穿平衡 一定有出來要貼你 我們在...這是我們叫 銀香穴 銀這個香氣 把令紋的旁邊 在鼻子旁邊 這樣有時候一按摩的時候 鼻子就會通了喔 它是兩邊喔 會痠 哪邊不通就按一邊 對哪一邊喔 有時候這樣常按喔 我們常常有這種按摩 一當下按鼻子就覺得比較通 太美了耶 好少喔 那我們再來第二個就是 兩梅之間叫做銀糖穴 請小朋友自己按摩 讓他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然後太陽穴小朋友對不對 想要太陽穴按一按 他不會頭昏腦這樣睡不好 這樣給他多按摩一下 他真的有形象 你還要繼續貼下去嗎 再來... 但是待會兒幫我抱一下 免費電話好不好 發空空的 好 然後... 那這一樣對稱喔 兩邊太陽穴 這邊 對... 這兩邊就是這樣 就常常按摩 請小朋友自己來 他就不會覺得 讀書很疲勞 都很有幫助 兩邊都按壓 好 謝謝文師 謝謝 好 那麼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個系統的過敏 就是有關食物過敏 對 很多小朋友 好像食物也會過敏 這裡養那裡養 出來問問一下現場的媽媽 是的 來 現場媽媽 您家的小孩子 曾經會吃過任何什麼樣的食物 而導致過敏的 來 請進來 好 比較少一點喔 這麼好 來 瑋妮嗎 那是什麼東西呢 不是 不知道吃什麼 不新鮮的海鮮 帶殼類的 然後小朋友 因為很喜歡吃那個殼 就是蛤蟆 蛤蜊啦 那不叫蛤蜊 叫殼啦 帶殼 蛤蜊就對了啦 對 國語不標準啦 辣也是帶殼 就是帶殼類 然後他們就整個身體起疹子 然後養 然後我老公嚴重到就是 跟著他半年 小孩子喔 那個皮膚一癢起來 晚上沒辦法睡覺 對 因為有一陣子喔 我每天晚上都要幫孩子抓 抓到他們睡著為止 那好辛苦喔 我才能回房間休息 找很辛苦的 那休息的小孩呢 有一天他 我們就家裡在烤那個 烤吐司 他平常都是巧克力 剛好那一天 他就自己塗了一個花生醬 然後但是上面是有顆粒 對 口感好 他一吃一吃沒多久 我想說 他這邊怎麼開始長 就長疹子 他就沒法案 就開始是像長痘痘這樣子 對 後來開始他就是 開始抓 全身就來了 對 他就一直在抓 花生從他這邊長出來了 就不曉得 好可憐 很可憐 你這樣講笑話 對 他已經很誇張了 很重 然後再回頭看他的臉 已經太快看不出 那是我女兒了 然後後來他就開始喘氣 這麼嚴重 對 就已經到這種狀況了 然後趕快把他送醫院 後來才知道說怎麼這麼嚴重 之後他連碰都不敢碰 不能再碰 像我兒子兩歲生日的時候 的生日蛋糕 也是就是去百貨公司裡面買的 應該是品質也有保障吧 那像他蛋也吃過了 那堅果類也都曾經吃過 什麼草莓那些都吃過 其實那個蛋糕的成分 基本上會覺得它是很安全的 對 可是你看生日吃完那個蛋糕之後 也是全身啊 親診室啊 養啊 抓啊 好幾天 不是 你是為了成千買過期的 沒有 或是我老公去買的 我就不知道了 那就很難講喔 又退給老公了 好 有資格呢 好可怕喔 我家兒子是吃蛋 因為他整個都腫起來 是那個像泡泡的那種過敏 好辛苦 會脫的 會脫了破壞 會有東西流出的那種 那種泡泡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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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老婆看了都哭了 因為不知道怎麼辦啊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後來有看醫生嗎 後來就放在家裡 讓他一直睡 休息 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 對 你要看 休息會不會這樣 你太想要講看醫生嗎 當然要啊 請問到底怎麼回事啊 沒有就走 放醫院讓他休息 真的就長蛋了 有這個 真的完蛋耶 對 你的小孩 一個是東森資深的記者 老婆是主播 東森的主播 怎麼會 你小孩怎麼 還不送去醫院 還可以長這麼大 還可以長這麼大 會不會 記者跟主播的話都不能聽 會不會再聽 抱歉 沒有再硬 對 一邊蓋錢 不好意思 這種人該譴責 還是他的做法是對的 我覺得要小心 應該還是要給醫生 對 真的啊 自己用的 不知道誰是弄巧成就好了 因為不想要過敏到多嚴重 有沒有真的實際案例就是說 這個過敏大家都忽略掉 然後這個癢什麼的 不管他 對 就是如果今天都 腫在皮膚上面 那還好 但他如果腫在你的咽喉 造成我們咽喉或身帶的水腫 然後塞住了 然後就沒辦法呼吸 就會羞痕 最重要是氣喘嚴重 不太一樣 它阻塞的地方不太一樣 氣喘通常是比較 吃氣管的部分 而這種咽喉這種水腫 過敏 急性的過敏 不過我們剛剛講 我們還是要把過敏分 皮膚過敏要分開 一種是這種急性的 就平常還好 然後一吃就大發作 這種比較急性的 那還有剛剛像昌明哥講說 您的孩子那種抓抓抓的 那種慢性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當然慢性的皮膚的 這個譬如說 異位性皮膚炎的孩子 他有急性過敏機率更高 但是 但不代表說 他每天都在急性的過敏 他平常是慢性的問題 那急性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急性過敏 治療就可以痊癒 那只要不要再碰那個食物 就還好 像我以前在醫院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然後他也是就是吃了 我可能是吃海鮮吧 其實這種過敏的人 是那種監測器 不新鮮一吃就過敏 新鮮的反應 對 新鮮還不見得會 然後他就全身癢了 然後真的是腫到全身很恐怖 那只好送 我們都那時候在急診 把他送去 其實靠口服的也可以 只是有時候效果比較慢 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全身都紅 腫 那我們都是基督徒 我們大家說那我幫你禱告 我們禱告完眼睛看 都好了耶 怎麼那麼快 沒有 因為我們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那個尊醫師來打藥 不是吧 不是啦 其實所以話說回來 黃醫師就是說 很多人如果他是 過敏是會腫的那一種 他有時候腫的部位 我們很難預料 如果萬一腫在這裡 我跟你講有這個 真的很危險 但病菌是怎麼回事 就是腫嘛 對 常過來啊 怎麼辦呢 文婉的孩子是 沒有 我是覺得 小朋友他都有一個機制 就像那個黃醫師剛剛提到的 他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整個 全身起那種紅紅的 一片一片的疹子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溫度是我這樣子 我都不用靠近他 燙到你會覺得好可怕 然後他就一直說 我好癢 那很癢 你知道嗎 我半夜給他抓去泡冷水 然後起來之後 他就是 昌明哥你知道的 你沒辦法睡 因為他一下他就起來 他就很難過 那一直抓 好 我就後來折騰我一個禮拜 就是這樣反反覆覆 然後我帶他去打 職養的 然後讓他消炎的 你知道嗎 打到後來有一天 他要抓進去要打了 你知道嗎 他突然大哭 後來我看到那個 我也跟著大哭 因為他說媽媽你救我 因為從頭到尾他都沒有哭 他每天我帶他去打 他都很乖 後來有一天他崩潰 我說媽媽你救我 不要再打我好痛好痛 然後你知道那種看得真的很不捨 很心疼 最可怕的是 他我不知道從頭到尾長一次之後 好不容易一個禮拜退掉對不對 再長一次 不是打針了嗎 對 可是後來 我就一直跟醫生討論說 到底怎麼回事 是紅半性狼殘 是怎麼因為 他說都不是 他就告訴我都不是 所以他就說 應該是那種 食物型的過敏或什麼的 所以後來我就一直回講說 他到底什麼 後來發現他對 我就是應該 就是魚 那種我們剛剛講海鮮之類 可是我覺得那個 他那陣子我就很可怕 是媽媽要很注意 因為後來我女兒打什麼 止痛的打笑臉 打到後來 其實他腎臟是負荷不了的 對 那很可怕 這對小朋友 真是一種折磨 其實小朋友的群麻症 我還補充一點 因為有些媽媽 她會一直著重在食物的部分 一直覺得說 我一定要找出這個食物 到底是什麼食物 讓它過敏 那我舉我最近 我的一個病人的例子而言 它不是什麼食物過敏 它其實是感染之後 免疫系統亂掉了 然後長出這種慢性的群麻症 那時候 他住進來的時候 我問了很詳細 我從他媽媽跟我講的資訊 我知道 他其實沒有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前一陣子剛好感冒 我說那我相信 你是因為這個感冒 讓你的抵抗力 整個免疫系統亂掉了 所以長這個群麻症 所以今天我用什麼藥 都只是暫時把它壓下來 但是我知道 等到你這個病毒的抗體 退了以後 你的這個群麻症就會退 所以我就跟他算一個時間 我說我沒有辦法用神藥 今天就讓你好 但是一個禮拜以後 你自然就會退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 要給你幫助 不然你養一個禮拜 也很痛很多 過程當中給他幫助 但是這個是佔兒童 兒童我今天講的是兒童 兒童的群麻症感染 是佔很高的比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不出 有什麼食物 就別再想破頭了 我有一個方法可以提供家長 你把那寶寶或者是孩子 之前吃的食物 比如他發作當天吃的食物 你就鉅細迷移的抄下來 包括在哪裡買的 在哪一個攤子 什麼什麼吃的 什麼魚什麼肉 全部都都寫下來 然後你就放在抽屜裡面 他如果下次又再發作 你再寫一次兩個對對看 有的時候你可以抓到 對 你可以抓到 某一攤的魚可能不新鮮 以後就少去那邊買 好方法 當然我們如何避免說下次 我們在這種現象的過敏 食材導致的 又再一次加重或怎麼樣 腸道的健康很重要 如果腸道保養得好 也許我們在食材下來 可能還是一樣有過敏的現象 或是不舒服 但是起碼我們健康狀態 可以降低傷害 對 那怎麼樣讓腸道更健康呢 對 要吃些什麼呢 來 第二回合 繼續來PK 這一回合呢 我們這邊派出的是維尼媽 我們是秀琴 是的 秀琴加油 那有進入剛剛第一回合 我們表現太極初了 對 我們把第二回合機會 先讓給秀琴先來好了 OK啊 好 那我們準備做的是 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 高鮮蔬果汁 讚啊 真的 太棒了 真的 養生整個人都多起來 不得了 你也離我 是不是 那我今天準備的食材 是有芹菜 好不錯 薑芹 然後這個是高纖維 然後是蘿蔔 顧眼睛 然後鳳梨是有酵素的 對 那蘋果是最基本的營養素 這樣子 對 四樣東西夠好 對 好 是啊 對 剛剛好 你看 好 這麼童秀琴的刀功 很輕易的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不用什麼刀功 因為掉下去還不是都一樣 對啊 刀功不重要好不好 好 所以回到我們的主題 好 來 鳳梨 對 就看你們要放什麼這樣 就放適量 適量 對 它這個是目標很明確 喂 果汁你 現在的果汁都非常有那個 你看你要把它全部打成汁 還要說纖維多一點 就這樣子 我待會兒就看看你的 是多適合有牙齒 這樣嗎 這樣嗎 所以這個都不用加什麼糖 不用加 就這樣子 不要太多的負擔 天然就好了 考慮蒸走到很大 對 等一下 我要 你看那個顏色 真的好好喝 好 來 很輕鬆 是不是很漂亮 一秒鐘 我現在大概知道 為什麼你們上一回合會贏 你們更是以售後服務提供 剛剛的味道有沒有 對啊 天然的 來 平意中看到它的容易 來 再來 平意中看到它的容易 這要幫狗媽給我們 這是不是 張明克 你這樣子給我聽不懂嗎 我們都在聽 厲害 好 果然念過書 來 好 果然念過 我們這道做的是 這道做的是那個 鮮奶水果優格 優格 一聽到這裡有層次感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家裡面有一個 這個優格機 優格機 然後就是 你自己在家裡面做的時候 就是只要一包優格粉 然後裡面有十幾種 十幾萬種的菌 睡覺之前把這1000CC的鮮奶 倒進去 然後優格粉嚼一嚼 然後就這樣子擦著去睡覺 就好了 可以 什麼的都可以 現在的我還是 好 可備什麼 奇異果 水 然後一桃 讚 奇異果 他是奇異果講過 OK 太奇怪了 他太精神了 專業一點 2266 對啊 那一邊 連水果都做 就是奇異果的皮 我們就要補出口 你們就給奇異果講兩次 我等一下要切水果給你們 所以我已經把去皮弄好 厲害 然後或者小孩子喜歡香蕉 鳳梨 就現在我就先把 因為裡面還有乳清 是 加一下 來 直接倒一些對不對 對 然後我會把它搭 你看鳳梨跟糖 分不出來了 沒有 他才想說先加哪一個 對 然後呢 然後再加一點 木瓜糖 木瓜糖來 這個太棒了 可是我給小朋友吃的時候 我都是不加糖 他們已經習慣了 那是最好的 你加太多了吧 木瓜糖是不是不會太甜 對 都是甜 真的太多了吧 真的要講出來 你怎麼會聽不出來 是不是再說嘛 你看 他們搖頭了 不用做了 然後攪拌 對 而且因為小朋友 他們從小吃這個 他可以訓練他 不要吃那麼甜的東西 對 你剛剛這個有點甜喔 那是我守護 那又有事物 你看我自己三個 好專業喔 不是啦 我們可以幫忙 他可以幫忙 你又生氣了 你又生氣了 對 來 麥克風還你 好啦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請三位評審一樣 在吃的過程當中 先來問問看現場的媽媽 好 請問是哪一邊 可以讓你的腸道健康 請舉牌 對 這就麻煩了 是不是 修琦姐的功力不得了 對啊 很簡單 這到底是幾個 全家都適宜 媽媽就是挺媽媽 沒有... 不過傑斯哥 你要看清楚一件事 是 剛剛節目你要有在現場喔 對... 第一道料理 媽媽舉誰最多 我們嘛 可是我們還是贏啊 這是結果 所以現在舉你們最多嘛 對 所以待會兒 有這樣暗示的喔 有這樣暗示的喔 你們這樣暗示的喔 你們這樣暗示的 你們這樣暗示的 對... 真的 三位專家 請舉牌 對... 對... 剛剛不用五分鐘吧 我說兩位男性醫師 我們剛剛圍尼媽還走秀 走才不圍啦 對啊 這很辛苦耶 沒有辦法讓你們有一點 那你天晚上根本吃不到 沒有辦法 美色不能去沒有聽過嗎 沒有正義的角度 那你剛剛還去服事他們 沒關係 來... 一樣 我們就先從營養師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選擇我們這一道來 就是說其實如果要做發酵的東西 因為益生菌其實對於腸胃道來講 其實是蠻好的 那木寡糖的部分 本身是提供益生菌的營養 它是人不能消化的纖維 但是它是益生菌的營養素 可是它也不建議一次加過多 因為我講它是一個鮮 鮪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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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經驗什麼發酵 對 豆漿會比較好 雖然它經過發酵之後 因為大分子的蛋白質 它是一個化學反應 發酵是一個化學反應 大分子的蛋白質 比較容易引起過敏原 當它被發酵成氨基酸的時候 它分子比較小 的確比較不容易引起過敏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小孩子 他喝牛奶會過敏 可是喝優弱乳就不會 對 這在臨床上 其實是有鑑別度的 然後就是說如果水果的部分 我們一般會選擇所謂 含蛋白質量比較低的水果 它在臨床檢測上 一般容易致過敏的水果 就是你去做食物過敏原 這是慢性的部分 我們剛剛我們講的不是急性 富含蛋白質量比較高的 像奇異果 鳳梨 木瓜 香蕉這些 其實都是水果 Average來講 比較容易致過敏的 所以其實可以換一下的種類 就是瓜類的不要 但是比較安全的 譬如說像蘋果 芭樂 這種低甜度 或者是小番茄 對 這種其實會比較好 是非常好的 好的 這個是非常精闢的建議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你挑是不是 這樣子是不是 你挑他很多毛病 你還給他 那我說一下秀琴這邊 為什麼我沒有挑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講的是 常味道的保健 高鮮是很好 可是以秀琴剛剛的比例來講的話 他幾乎健康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 蔬果汁要比較好 蔬菜要佔八成 水果只能佔兩成 不然那個打散了之後的糖分 是很容易 一般一般 他們來不及去幫我採買 糖分是很容易吸收的 是 來 黃醫師 其實因為今天的主題是 剛剛講的 我們過敏有分兩種 急性的慢性 所以這種急性過敏 它跟你平常吃什麼 不見得有直接的關係 主要是你碰到了你就倒楣 所以今天我只是 以那個食材裡面 比較容易造成急性蕁麻疹的可能性 來做評估 那秀琴這邊當然都 算是滿安全的 我比較少看到這些食材 有造成急性過的 那我們這邊哪一樣食材 這邊偶爾就是 當然第一個像牛奶蛋白 一個奇異果 對 所以說只是機率的問題 那這個狀況下 所以我會選擇這邊 了解了 好 來 羅醫師 比照這個我們黃醫師的說法 這牛奶是很好的保護胃黏膜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很多人吃牛奶 反正會容易脹氣拉肚子 對 尤其是過敏的體質 基本上都跟腸胃這些 過敏的吸收有關 過敏食物 所以我們還是 建議高鮮的食物 可以來多試吃一下 會比較好一點 那一樣 其實有沒有更多的食材 是幫助我們大家抗過敏的 像其實啊 這個很多 我們現在所舉例的 都是文獻已經經過驗證的 其實我會講 第一名是 其實是目前在國際期刊上面 它的功能最強是因為 它不只 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你過敏的小孩你就易感冒 它可以兼顧的就是 它既有殺菌能力 就像我們大蒜裡面的蒜素 洋蔥有些刺激的部分 它是含有硫化物的 它有很強的殺菌功能 它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叫做天然的抗生素 對 所以它甚至可以 屠膚傷口或什麼 它是很強的殺菌力的 再加上洋蔥裡面 有所謂的 或者是它最強的 生物類黃酮種類 叫狐皮素 我們叫 這個東西呢 是可以降低 你已經在急性過敏當中的時候 組織胺的釋出 組織胺的活化之後 造成組織胺釋出 你全身就是 紅腫刺痛癢 有沒有就是 大家剛剛講 體表溫度會非常的高 會發炎 會很難受 再加上洋蔥它本身 還有其他的功能 它在Nature 這一本這麼大的 國際期刊上已經證實 它比抑制骨質疏鬆的藥 要來的好用 對 只是它的分量 一天大概要有一顆的洋蔥 再加上 如果我們提到過敏 在德國來講 它們是最天然的 抗過敏的食物 你有 尤其是呼吸道精卵 有氣喘的 你經常吃 它的緩解能力非常好 了解 甚至你已經 你拿出來這些食材裡面 洋蔥是 你認為是排名第一 對 它是第一名的 好 甚至我們講 你已經發作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用生洋蔥 但這樣能小孩子入口 你生洋蔥直接打成隻 如果是成年人 蕁麻疹耗發 你直接喝掉 它的緩解力非常的快 真的喔 喝的入口嗎 真的喔 打成隻 直接打成隻 然後像紫膏粒這個部分 是因為 就是花青素的部分 好 就像一些Berry類的油 那這些就是抗氧化劑 其實在消過敏的情況下 然後包括另外亞麻人子 魚類綠茶 還有那個莓果類 這兩個部分 亞麻人子油是 植物性的Omega 3 那魚的部分是 就是動物性的Omega 3 其實魚油的部分 它本身就是有 舒緩發炎的功能 但它並不是根治你過敏的部分 它只是當你已經在發炎 所以譬如說關節炎 或經常過敏的 你給它這個時候 它會舒緩它的症狀 就是魚油在過敏的機制上 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是很有幫助的 然後綠茶的部分 也是牽涉到它的多分類 跟二茶素的部分 它對於所謂的主脂胺的釋出 就是造成你過敏的紅腫刺痛癢 它是有抑制的作用 那莓果類就是我剛剛講的 跟紫糕粒一樣 它就是富含OPC的部分 了解 好 所以剛剛一樣是提供這些食材 給大家一個很好的方向 那怎麼樣把這些食材 做一個最好的運用 提升抵抗力 最好吃的料理 來 麻煩養師 因為現在我現在做的是 涼拌的部分 所以會選擇用紫洋 因為我們就說紫洋 比洋蔥富含OPC的部分 那如果你一般要燉湯 我們會建議大家 像我個人會在洋蔥當機 因為一整袋超市買回來 不要多少錢啊 一百塊 對 我平常的做法是 全部切絲之後下去熬湯 那個湯頭會非常的甜 那你家裡要煮小火鍋 你就不用用白水煮 所以我會先做涼了之後 先凍起來 一次就是一塊拿出來融 有沒有 對 你的火鍋它都會有辦法 這樣就可以增加大家 吃到洋蔥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 因為它的功能非常的強 對 我一般就是切了之後會冰鎮 那你一般就是放冰箱 一兩個小時之後 你再撈起來才不會很嗆 因為一般 如果以小孩子來講 你太嗆 他沒有辦法接受 那就沒辦法了 好 那麼依此類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切絲 冰鎮過後拿出來 而且你看一般大家在吃的時候 很多最多是搭配在燒烤店的時候 因為 因為燒烤非常治癌 但洋蔥非常防癌 對 就是你吃了毒藥 馬上旁邊就有錢藥 對 對 這個燒烤店啊 來得及嗎 不是 來得及 可是往往大家吃的毒藥 比解藥還要多 這個要留意 這個在英國的刺客針 這本很專業的醫學期刊 它有證實過 你如果把要燒烤的東西 先淹過這些東西 它的那個致癌成分 是會降低非常多的 這是國際醫學期刊 不是我們隨便亂講 對 我了解 這個這一招大家中秋節 大家試一下 好 來 這個什麼醬 然後這個的話 我們就是以和風口味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煎魚的醬油 然後你加一點小麻香油 然後我會加一點柴魚絲 對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試試各種 和風的 今天要介紹三種的醬汁 對 這個就是第一種醬汁 這個完成了 和風醬 可以完成 有了 你邊做第二個沒有關係 好 繼續 我們一般講的 以目前 你看現在當季桑聖 多倒下加坡 大家可以處理對不對 最當季最新鮮的 你就把它打成醬汁之後 然後拌在一起 有加其他東西嗎 不用 你試試看那個加Berry類的 很清爽 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簡單的醋跟糖 調在一起 就比較清爽的口感 大家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說 你看其實這種當季的食材 你有很多傷腎對不對 甚至你用不完 你可以先動起來 好 然後要的時候拿出來打成醬 好 OK 留依依依依依 我三個都要試啊 他就試三碗了 不過他看到了 不管我們大家是誰 就是毛錢一直吃 那代表說好入口 這個最重要的 又可以增加抵抗力對不對 對 你願意吃才重要 你吃下去了 然後抵抗力提升了 不過你自然慢慢的圓 而且又能經常的去攝取它 對 所以我們回到頭 我們剛剛講說台灣 有一千八百萬的人口 可能都有過敏的現象 對不對 那我們希望這個數字 逐年再減少 讓大家身體健康 不再為什麼氣喘癢而癢 對 不要在這邊也癢 那邊也癢 對 那麼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要在這裡 那個時候 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們要試一下 這個時候 發生 fuori 就在這個時候 可以進來 不然 再加上 了解一下 不數字 不足 分析 你 感谢观看